你好 王大姐 我还找对了 好好好 又要真是仪式房 王贵英62岁 退休金2000多元 丧偶住房面积38平米 谁呀 屁马就开门了 好 进来 坐在那边来 你先给你俩做一条介绍 这个是王贵英王大姐 然后这是马少女马大哥 先带大哥看看你这儿 看吧 来吧 谢谢 看吧 我家是一室的 是房子 还没人家那么大 没收羞 就差没收羞的 是是是 没收羞就是差什么 差那个经济来源不行 一收羞应该不多行 那也得三万块钱 好 他挺实在一个人 你看这个一唠嗑一举一个 是不是 挺好的 人家觉得咋的 还行 没中不足吧 咱不别别 我就实话实说 就行人干嘛 那倒没事 再请问 给家里收拾 那啥玩意 那啥咋的 那能弄吗 这 这两人刚一见面 王大姐 倒是对马大哥的印象不错 只是马大哥 对王大姐家没装修的房子 有点想法了 看出来了 马大哥的在意 红娘就赶紧让王大姐解释一下原因 我老公从2001年 从哪回钱 没回钱的时候就有病 十年 是啊 五十就没了 是啊 那有的早就那啥呢 那会儿他两个生病是不能干活 然后家里边孩子还挺大的 全靠大姐一个人 是 在食堂打工 是 这些年人一直都被家里边住 是 你看这房子这样就没装修 大姐第一个人在这住 那也不嫌子装修 也不嫌子 你看大姐这个生活 就是我跟你讲 大姐生活 挺普通 挺普通 你看这不是女的烂造的 这你看这家 虽然没啥带啥 这是普通 是针那细胞六零了 对 所以她知道吧 你看人家针材 一后早就换了 哪里是这局势 不是 那钱财也不行 现在经济太可好 连王大姐自己说 再加上红娘解释 马大哥也明白了 王大姐房子 没装修的原因了 而一开始 就有点相中了 马大哥的王大姐 也主动开始出击 问起了马大哥的情况 那你老伴 你俩是怎么理议的 我俩有点事 就那时候不好干活 好啊 我啊 那时候 那就拉就分手了 那你俩是多少离的意 多少离 离婚的 那是04年 04年 那你媳妇现在长不长 这个前妻 没长 没长 她也没长 没有 那比如说要是儿子 要是川和你俩在夫婚 要是那一次有那夫婚 那一次呢 不能 这过期走完之后 这些人就翻过去 啊 翻过去了 啊 去翻过去了 我就办事比较 及格他 那也行 问完了马大哥的婚姻状况 这王大姐心里有数了 又开始问起了 马大哥的子女情况 那你儿结不结婚呢 不是没结婚 那你儿子有房子 是不是啊 我家孩子少有了 对啊 那你儿干不干涉什么呢 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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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经济上呢 比如说你儿子超不上要钱什么呢 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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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要是结婚呢 比如说超万的 你还得张呢 不用了 杂的也不好了 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那孩子比较优秀 杂的不用管了 你孩子也能干 那行 还是我儿子 这个不敢自我 我儿子乐要我找 找个开心一点就行 想你活这么累 是 只要找个人 想要互相照照 对啊 就先找个互相有个伴 对 不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